我们来做前面 这个呢一定要注意反正面 从正面开始 这是我们的45度斜温条 然后对折套了一下 从这里 测一个0.8 然后可以用磁铁一档挡在这里 车的时候把这个边条 挨在这个弧形车一圈就可以了 也不要用力带 那么在这个正中间的时候 我们边条稍微带紧一点 其他地方不要带 把之后 然后我们把这里缝分修小一点 修到 修到0.4 0.3 然后从这里压个0.1个线 压线的时候也不要拉 就凭着压就是的 接着呢我们来烫一下 这个厚片 不要让它露出啊 不要让这个铝贴 它露到外面去 前面呢也烫一下 那么有些人呢 说这个领圈呢 很容易外翻啊 其实你这样做是根本不会外翻的啊 然后我们压前面的线 你看这个前面 领圈是很附贴的 压下线压线呢 你把这个压角的压力稍微调小一点哈 就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 扭松一点 弹力太大了呢 也会起波浪 为外翻 加0.1 加0.1 往前面 往前面压一圈啊就可以了 OK 压好线之后啊 这个是正面很服贴啊 如果是稍微会起点波浪 你现在就用烫的去压一下 把它烫平 接着我们把尖缝拼上去 这个尖缝哈 直接拼个一公分 我们这里呢就锁边 因为这里太厚了 做不了来去缝哈 这个边缘靠近这个边缘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呢 包过去 看清哈 这样子 这个边口一尖缝 起平哈 千万不要这样多出去 OK 那么翻过来就这样的 而且这里是看不到 毛边的 那么这边也是一样的哈 包紧它 包紧它 然后我们锁一下边 两边都这样锁一下哈 这样翻过来 翻过来就这样的了 再压线 压0.1 别别别别别别edy 别别别别儿了 期里面 给别喜欢下来 Delta 接着 在此很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考定 接着呢我们把这个腋下缝做一下来气缝 先测0.3 这个都是一样的 拼接起来就可以 反面对反面 然后翻过来压一下线 好腋下的来气缝做好之后呢 我们做一下袖子的 瑞瑟缝 这是一个袖子 我们同样 反面对反面 拼个0.3 然后做一个来气缝吧 一样的 那这些就不用拍视频了 袖子的来气缝就做好了 接着把袖口借一下 袖口呢有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像那个包边一样的包法 一种呢我们就直接把它借起来 等一下送上去做个边 我们就用简单的方法 因为等一下可能有很多小白觉得太复杂了 喜欢精致的你就包边 像包边的做法一样 同样一样要把这个接起来 接一公分 翻开 脏好碎折压角进行碎折 首先我们要确定 我们的这个前袖 我们要做个标记 在这里可以发个发粉 因为等一下碎了 碎折之后就分不清了 首先我们来碎一下这个袖顶上的 袖顶上的长度缩好了之后呢 要跟这个袖笼相笨 这里有剪口 我们从剪口这里开始碎折 碎个0.3的缝分 可以用手指挡住后面 OK 跟这里是相等的 差不多的 同样碎折 碎折的长度 要跟这个袖口的长度是相等 这个刚好是相等的啊 那么另一个袖子我就不拍一样的啊 接着我们量一下这个腰尾上升这个 那在下面这个 这个长度 然后我们碎下摆 下摆的缩号碎折 要等于这个上升这个长度 碎折 我们下摆这个缝往哪里倒 那我们这个碎折上面的也往哪里倒 直接呢 从这里 碎折哈 那么这里碎折的长度就跟那上面是相等的啊 腰尾 OK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袖口给它上上去 把这个袖口上上去哈 这个袖口呢 注意哈 这是袖口 这个是袖杀啊 千万不要搞错了 袖口部分 翻过来 找到这个内侧缝 找到这个接口 对齐这个接口 车一公分 抖一圈 另一个袖口也是这样的啊 那就不重复了 这里呢 我们现在来上袖子 这呢 我们从前袖开始上起哈 这个是后片嘛 是吧 你看 你看 然后我们把这里 这个缝往后面倒 这是前面 那我们找到前袖 这里 我们一个发粉 发到这里 发粉标记在这个地方 是吧 那我们这边就是前袖了 从这个袖底缝 缝对好缝 测一公分 斗一圈 这个缝都往后面倒 尖缝 这袖子刚好是合适的 另一个袖子也一样 那一双 猪 猪 猪